受表彰的十名新时代卫国庶边标兵中 有守卫班公湖的边防连指导员钱生旭 有用旭肉之躯捍卫祖国领土的河谷硬汉杜鹏飞 有身怀特战绝技抓捕恐怖分子的特战兼兵阿一邓 也有逆行出征武汉抗击新冠疫情的女军医魏玉英 我们守护在祖国的边防上 就应该把京中报国 京哥铁马视为最高追求 用忠臣托取使命 用担当兑现誓言 苦练杀敌本领 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 义无反顾猛在一线 舍身忘死 冲锋在前 我想这就是京哥铁马真正的意义 颁奖仪式上远在西安的陈红军烈士的爱人肖倩文 还专门发来视频短片 向受表彰的十名新时代魏国戍边标兵表达祝贺 我是陈红军烈士的爱人肖倩文 这是小红军 已经一岁多了 我向新疆军区魏国戍边的十大标兵表示热烈的祝贺 你们在红军牺牲的地方继续守卫着祖国神圣的领土 你们继续书写着清澈的爱 只为中国的深情告白 我们现在生活得很好 我和小红军向喀拉空轮的战友们致敬了 敬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